今天仍在新年的期间里面,今天是年初八 所以仍然是合乎我们的传统,恭祝各位新年快乐 今天很特别,除了新年之外,我们是大家互相恭贺之外 今天我带了一群的正道神学院的同学来参观教会 意思就是说,看看你们怎样 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盼望神学生能够对不同的教会有更多的认识 了解,让他们能够出去事奉的时候更加明白一般人上面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需要,他们不单会参加这一间教会 也会去其他教会去观察的,他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方 也会看到神使用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 所以这是一个很兴奋的时间 如果等会你看到一些朋友好像不太熟悉 你可以跟他打招呼,问一下他 其实呢,这个世界是没有所谓不懂的人的 你只要问一下他的名字是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胡亦权 我从哪里来的?如果他不喜欢听的话,不要多多 问一下他就可以了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去联系 神摆在我们这个地上是有一个目的的 是要成就他的旨意 所以你不懂的人很难成就他的旨意 正道神学院主要是用普通话来上课 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就变成了 这一堂不是他们最集中的地方 只有几个在这里,那些特殊的学生 大部分都在周牧师那边的国语堂 等会我们一起见面,聊天,计算一下,计算计算 如果你喜欢认识,他们都可以留步 大家聊天,可以交流一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 刚才Kenny已经和我们读了 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二到十五 可能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七章 我们叫做留防心 就是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 跟门徒说的一番说话 因为他要走了 所以他就要把一些最后最重要的信息 留下给他们,叫他们记得 这些叫做,我们叫做违言 其实违言好像就死才说 他没错是要离开那里 但是他永远都不在 他说我是走 但是我不是完全走了 我会回来的 他就应许了他回来 现在我们知道他未曾回来 只不过他说他会回来 可不可靠呢? 你看他所说的东西 是不是准确 那些东西是不是可靠呢? 是在乎他以前说的东西 是有没有照样发生的 如果以前说的东西 都是脱底脱底 不是很清楚的 你不要相信他 但是如果他所说的东西 是真的实现的话 你要小心听 未实现的东西都会实现的 所以我今天想劝导大家 就是看圣经 圣经所说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信圣经呢? 因为圣经说的东西是实现了 有些东西未实现的 那些都会实现的 所以你小心看清楚 我们知道 我们不敢说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大概的情况 将来会怎么样 如果你知道这些 就会更加的放心去走前面的道路 今天我们需要知道一些什么 就是其实想知道哪些是真的事 真理的事 所以我们问一条问题就是 究竟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呢? 今天我没有遥控了 不知道是否有人在控制中 在后面呢? 将那个power point打出来 没有啊? 哦 这样 ok 是否有什么事 那是否有事 是否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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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相信我,所以你们可以继续向前,勇敢向前 说到第16章,他说我会派另一位来跟你一起 所以你们不用怕,我没有再走,但你们会有另一位 这位就是会跟着你们,整天跟你一起 保住你们,直到我再回来的时候 所以他离开的时候,门徒有点担心 但其实他早就知道了,所以他就告诉你们 我要派一位来到 原来在这段时间里,当耶稣不在的时候 我们有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们听很多东西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如果这些东西是真的话,我们就可以照着做 但如果他半真半假的,我们就跟一半 不跟一半,但如果完全是假的,就直接不要他 但我们就不知道是真是假 现在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些东西是很信任的 新闻,他很信任的,报纸都印出来的 印出来就是很多人看到的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很盼望有些东西印出来的 印出来的东西多数都是实在的,不用假的 所以我们就很相信这些东西 如果学校里面的先生教你那些东西,那些是真的 如果先生说什么,你跟着他做 你就是聪明了,聪明了 所以我们经常问问题,究竟是否全部是真的 因为我们发觉,慢慢印出来的东西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经常问,人可不可以明白真理呢? 你和我可不可以明白真理呢? 我们现在有一些困扰就是,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 如果我们不能分辨哪些是真是哪些是假 现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很崎嶇的 因为我们不敢很实在去向前 所以知道真理是很重要的 你说真理很容易知道,你看到的也是真的 原来都未必的 这些东西都弄得出来,好像此无此用 都未必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不能够向前 所以我们问问题,人可不可以明白真理呢? 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 曾经被很多宗教领袖对他的不满 所以他就不正面和他们来反驳 或者推翻他们 除非他们问问题,他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 当他回答的时候,他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记得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 其实在文化越来越进步的罗马社会里面 可怀有地位,他要审判耶稣究竟要没有罪 审来审去,不找到他有什么罪 他就问耶稣,为什么那些人追着你 一定要判死罪 耶稣就没有答到他 比拉多一直有些困扰 因为那些人猛地逼着他 要他担他十字架 但他又没有办法定他罪 所以他就说 耶稣,那些人 说你是犹太人的王,是不是? 耶稣知道他是王 但如果他说这种说法 他立刻就会被判 不知道那时候有什么法律 不是国安法或者什么法 总之他说你好像反叛这个社会 他说这个是你所说的 他说你所说的是对的 到有一天你就会见到这件事实 他就说当人信神的时候 他就会晓得真理 不信神的人就不晓得真理 所以比拉多觉得有点激气 就问他一句 很困扰的说话 什么叫真理 真理?什么叫真理? 这个世界有什么真理? 有什么真理? 所以比拉多说这句说话的时候 什么是真理? 其实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读书的人 都是时常会问的 不过不是这样的口气 他一个囂张的口气 好像很不满意的说 究竟什么是真理? 他问完这句说话之后 就好像说耶稣 你所说的真理 其实是你以为是真理 其实不是真理 是假的 所以他随着随着随着 就冠了他 是要被钉实施打造 捧了他去 给一些兵丁来惩罚他 主耶稣就被钉实施 今天我们有不少的人都会带着一个 很困扰的口气 很争厌的口气 问什么是真理? 什么叫真的? 为什么你这么好似 好像你对了 其实人人都有自己的真理 自己定自己的真理的定义 什么叫真理呢? 就是我所信的 你所信的 如果你不和我一样 假假的 所以你要小心 所以我们不能够一起 主耶稣好像在这里 很快就这么说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 是有真理 这个有真理的 就是我要派来给你们 所以你们不用怕 将来要有很多混乱的局面 但是你要听这位有真理的人 或者他没有说清楚 人是一位 当你听他的时候 你就辨别到 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他的名字叫 真理的圣灵 真理的圣灵 英文叫 Spirit of Truth 又是十六章十三次 接着他解释这位 圣灵会来做什么事 今天我们经常都说 圣灵只不过是那些 叫做很信奉神的人 把一些很隐蔽的东西 说出来给我们听 我们没法不信 因为我们看不到的 但其实他是实在的 因为耶稣说 离开之后 被猜派这位的圣灵 来到我们当中 他做三件事 今天我们只看他做的 其中最后那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说服 他向这个世界 要说服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走错了一条路 是离开了神 背叛了神 就是说有罪 当这个世界 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 他就要回到神那里 如果这个世界 不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走向死亡那里 所以圣灵第一个责任 来到 或者叫他的使命 就是说服 他来到要说服人 说服你和说服我 不是靠着我口 说话说得大声 人们就不服 那是因为圣灵在人心里面 说服这个世界 回去他那里 接着呢 我们今天看那段圣经 第十二到十五节 他做了那两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引导 叫我们回到神那里 就是我们既然接受耶稣 我们怎么继续走前面的道路呢 第三件事就是荣耀基督 就是说到这个圣灵 和基督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第十二节到十六十五节 我们就看到这个真理的圣灵 怎样来到帮我们明白真理 这件事很重要 特别在这个时刻 我们经常听到外面猛传播 Fake news 好像新的名字 自从上一任总统 将这件事提出来之后 他各个看报纸都小心点 哪里出的 这报纸 他说不用看这么多了 因为太多东西说 我们知道外面的东西未必是真的 但是唯一能够教我们辨别 哪里是真理的就是这个真理的圣灵 他教导我们真理 所以我们刚才读那段圣经 十二到十五节 就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叫我们今天继续走前面的道路 这一段圣经的信徒 知道怎样去走 圣灵要教导我们真理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字 就是引渡 引渡 叫我们走前面 什么叫引渡 引渡就是 因为我们不懂路 所以来到之后 他就说 行这路路 我走去哪里 你就去到哪里 当我们不懂路的时候 怕当失路的时候 这个引渡是很重要的 什么时候很重要呢 当我们去游览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 一个遥远的地方 我们时常都会 喜欢找一个叫做导游 英文叫做拖街 我去过一次的旅游的时候 那些人就报告 你们需要不需要拖街啊 拖街啊 我不需要一个高的人 什么叫拖街啊 高的人 原来他们说 导游 带我们去 看不到那些地方 导游呢 就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懂那个地方 我们就需要导游 我曾经去过以色列 教一些圣经课 那去到呢 就时间翻转过来 就很累了 那上堂 有上堂的时间 不上堂 我想着就是读一下下面的那些课程 我要预备好自己的精神 来到上课啦 那但是那里的牧师呢 就已经住在那里很久了 是 Michael 他叫我的名字 他说 你这么远的路来到 你一定要走这个地方啊 明天没有机会再走的啦 我说明天没有机会 我都不是很长命 其实他说的都是真的喔 我真的没有再有太多机会去 所以他说 虽然你是半睡没醒 但是呢 都要跟我来啦 那这位黎富民牧师呢 就带我 他那辆车又不是很厉害啦 就是不是很好啦 经常有喷水喷火这种各样的 那我就经常为他祈祷 希望他没事啦 他就带我去死海 旁边 还有又由约旦河 又去到这里啦 这里叫Masada 说我真的有什么东西来啦 这些地方啦 那我叫做 半睡半醒 看了这些地方 叫经历了那些地方 但是不是很知道做什么事 回到家才看 哦 原来那里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导游对我的帮助 他的鼓励 当我不太懂事的时候呢 他就指给我看 原来很多国家呢 都是规定要国家批准 注册法的导游 才可以带人去看国家 因为他们认识这个国家 万一他们讲错了这些说话 对国家不利的话 就不是太好了 那所以呢 我这位的朋友呢 这位牧师呢 也都在那里 要暂时居留啦 他就要有种职业啦 那他就去训练做这个的导游 所以认识了很多这个 以色列国里面的不同的历史 所以我们需要这种引导呢 帮助我们认识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东西 圣灵呢 就是我们的引导 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引导呢 因为圣灵呢 是知道神的 他认识神的 他明白神的 如果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呢 问他就是最对的 因为他知道 第二呢 他又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怎么开始的 昨天是人日 人日就是说 人人都生日 其实呢 其实呢 个个都会被生出来的啦 不过呢 就是说呢 我们是其实是 一个神创造我们的 他给我们有这个生命 是有个目的的 你和我今天生在这里 目的是什么呢 是好知的 我只是知道 我在这里而已 所以呢 我们要问一个引导 他就会告诉我们听是什么 圣灵就是这个引导 我们的生命 真的需要一位这样的引导 他用什么方法来引导我们呢 在这段圣经里面呢 我就可以 觉察到呢 有三个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呢 他教我们是 要渐进的 认识真理 慢慢一点一点的 多些知道 就是安步的来交道 第十二和十三节那里说什么呢 他说呢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那里呢 后面那里固住的说 不能领会 就是说担当不了 其实 告诉你 你也不太懂的 就是不能领会 但是呢 他说只等到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他会引导你们呢 明白 你们所见到的是什么 圣文呢 其实那个字呢 所谓明白就是进入 进去那个真理里面 你们就会知道一切真理的了 前后是怎样 为什么现在是这样 所以我们发现呢 要认识真理呢 不是说一下子就全部知道了 我们一定要一段时间的 我们不可以说一即刻就知道 我们想到耶稣来到地上那几年 他不可以一堆东西 全部就是这样的了 这些是物理化学 生物 数学 哲学 什么都给你了 现在你出去就搞定了 他又没有这样给 他就带他们去行神迹 治病 干鬼 他学了什么呢 他们如果领会的话呢 应该知道这个神很大 只不过呢 我们这种这样的头脑呢 是不能够一下子就全部明白了 原来明白一些真理 是一个过程来一步一步的 我见到我的孙子 学习呢 都是有 现在比我以前学很多了 一下子就知道了 原来他们所见到的东西 和我所见到的东西不同 所以他们可以快点 但是呢 是不可以一下明白 我们知道呢 有些动物呢 学得很快的 狗呢 其实学习很快的 快过人很多 人呢 学很久才学到这些东西 狗呢 你整几下呢 之后他立刻 什么都学到了 但是他不可以再进心 原来学真理呢 是要一点一点加上去的 现在牧师去梵帝纲呢 很多的研究圣经的人 喜欢去梵帝纲旅游 他去梵帝纲呢 又有一个导游 带他 这些导游都是国家批准的 就是说知道 梵帝纲是什么的 所以他可以解释给他们听 这位导游呢 带他们去那个Sistine Chapel Sistine Chapel就是 那个 Michelangelo 画了在天花板上面的 那个 神创造人的画 是很複雅 所以你只去到那里 躺在地上看看 就已经 分足整天都没看完 那他就解释这个 这个天花板 多美妙 多漂亮 多厉害 用了多少功夫 多少时间 当中经过什么 什么 顺利的 或者 难所 用了多长时间 可以画好 这个天花板的画 非常详细 他说啊 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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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40分钟还没说完 还在说天花板是怎样的 这位牧师呢 都不是懒人 不是不喜欢 听圣经解释的 他应该 他说 哎呦 我都睡着了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这个道友很懂 但是呢 我不是很懂 我听不到 其实你去观察一下 其他同队的人 差不多有一半 在东张西望 都不是听他说的 都失去了兴趣 那我们发现呢 不是这个道友 懂不懂 但是呢 他不知道我们 不能够立即领会 主耶稣知道 我们不能够立即领会 全部的真理 所以呢 他就说 你们 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 我还有很多事情 要告诉你们 但是如果你还有很多事情 要告诉他们 那要很长时间的嘛 但是你现在又说你走了 他说 不知道去哪里 他说我会再回来 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总之 说了一些神秘的东西 我们就不太听得明白了 那你走了 那我们怎么办 不怕 我会派这位圣灵来到 这位圣灵呢 就帮助你们明白真理的了 所以呢 就是说呢 你现在看了一次之后 不明白呢 不要紧了 回家再看 明年之后再看那段 你要发现很多新的真理 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 一次过看不明白呢 不要这么快再扔掉它 明年又再看 后年又再看 你发现呢 渐渐你要发现更多的真理 因为呢 我们认识神呢 认识真理是一点一点的 为什么我们 这个教育制度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因为一年级 不懂得三年级的东西 三年级不懂得五年级的东西 我们要慢慢进步的 明白真理是一条长的路 是一个旅程来的 你和我 两年前 不是认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 两年之后 我们要认识多一点的 所以真理是渐渐进步的 所以我和你都不能够明白 我现在听过了很多道了 完全明白了 牧师你不用再说这些 我又看了十六章 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次 又再说这些 有没有搞错 很浪费时间 但是 主耶稣说 你们必须要继续学习 因为呢 我们需要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 建立真理 我们没有进步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灵命不进步 我们不知道多一点真理呢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我们没有实行到 我们已经学了真理 或者所谓不是叫学 听过的真理 所以我们的灵命是停滞不前的 所以我们的灵命是停滞不前的 我们仍然所知道的东西 好像以前所说给我们 十年前 主要学老师说 我听过的东西 主要是这样说的 可能你也是用那些字来说 但是你所认识的 应该是不同的 有一批的农夫做了很久 做耕种 他们年年都是这样 游种游收 但是有些的农学家呢 就研究了一些方法呢 帮助他们 可以生产多一点 写了一本书 叫了这帮的农夫来到 听下 怎样去进步 这些农夫 有这么少年纪 有这么多的背景 所以坐在摇摇椅里面 你就听了 这些年轻人懂什么 那这个推销本书的人就说 各位农夫兄长 其实呢 我已经发现了一种方法 可以叫我们的生产 是增加十倍的 你们想不想买这本书 能够帮助我们呢 能够更加进步 啊 我们都懂得怎样增加我们的生产 你不用再静了 浪费时间了 所以呢 推动这本书 就不太成功了 不能够再进步 我曾经参加一个教会 有些长老常常告诉我们 穆斯犁不要再搞什么训练班 一会儿又说灵命操练 我都不知道参加多少次了 有很多很多次了 现在又是一样 参加完一次 又是这样坐在那儿 参加第二次 又是这样坐在那儿 训练班有什么用啊 没用啊 都是这样的 不能改变我们 没什么进步的 再看看 这个掌路又说得对了 真的没什么进步 那些人参加什么workshop 又是这样的 但我就知道 原来为什么没什么进步呢 因为每次我们听完之后 那个笔记都是在后面的房子 同来都没有实行一下 究竟怎样能够做到更进一步 当我们能够将我们所听到所学到的东西 能够实行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更加进步 为什么没有进步呢 因为我们没有去实行 真理是一条路 要多去实行才能够做 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那里说 唯独长大成人的财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酵习念得通达 就能分辨很大 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分辨很大呢 一听了真理之后 又没有实行 所以成人都是做回以前的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实行 我们已经听过的事才有进步的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吃得太多 就没有消化 就吃坏了身体 听到太多也不是太好 我不是鼓励你不会听到 听到太多 却是没有实行的话 灵性也会生病 都是搞不定的 吃了饭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有能力 所以要混一栋 消化才能够再吃 如果你不去消化 又再吃 那你就知道哪里会大 中厚了 所以我们要继续去吸收养料 也继续去消化 学了真理也一样 必定要熟灵的粗练 灵性才会成长 所以真理的圣灵是用什么方法呢 是用按步就班 你现在能够听得懂的事是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 让我们实行之后再进一步 学习更深的真理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他给一些正确的资料 准确的资料 十六章十三节那里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到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报做来 这个引导你们明白这个词 原文其实说 带你们进入那个情况里面 引导你们进入那个一切的真理的境况里面 你们是会经历到的真理 而不是只是听到 只是听到和经历是差很远的 圣灵教导我们的真理是完全的 是保证准确的 我们知道原来圣灵教导我们的东西 并不是只是说在书上这样说的 他就召读出来 但是叫我们真正的经历一下 来听听他所说的真的是不是感受的 那么我们要更加明白神所说的是什么 原来圣灵不只是把他自己发明的东西说出来 但是将父神 即是猜派他那个父神 说给他听的 他说给他听的 所以是准确的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这些东西不准确呢? 因为我们传递真理 所谓传递道理的人 有时候是漏了两个字 或者是说的时候的口气不同 所以传递的时候就有不准确的情况 圣灵是准确地将父神的心意是说给你和我听的 主耶稣也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我说的不是我特意想出来说给你听 而是父神叫我说的 所以在约方15章第15节那里说 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是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我从我父神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 原来他是将父神的事说给那些门徒听的 圣灵也是将父神的事说给那些门徒听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这几句说话里面看到 圣父 圣子 圣灵的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有永恒的关系的 他们不会说大家互相不同的 圣子不是这样说的 圣灵又说第三样东西 不是这样 他们全部都是一致的 因为真理应该是什么时候都一致的 是一样的 是没有冲突的 如果你以前所学的真理和现在所学的真理 有点进入的时候 你知道以前说的东西不是很准确 所以你就要调整 人的引导时常都有冲突 这位先生这么说 那位先生又说第二样东西 或者这位牧师这么说 那位牧师又不同意见的 我参加了牧师会议就知道 原来那些牧师对圣经的立场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有些说这么说 所以我听了之后 原来你这么看法 我们将最低层的那个同意的资料是吸收的 其他那些是你的意见 并不是圣灵的意思 如果牧师去参观圣地 麦莎达不在圣经里面的地方 但是后期以色列的地方 就是说曾经希律王在那里 要逃避外来的军人攻打他们 所以在麦莎达的高山的地方 他们建了一个殿泪在那里防卫自己 所以那些导游就带了一些人去看 哇 那里真是很防卫 就是这样的 这个牧师去多了几次之后 发现 哦 原来不同的导游都有不同的解释 后来有些导游又说 其实那个希律王从来都没去过那个地方 他只是说给那些人听 就叫人这样做就去了 他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但是有些人又说那里是 那里就是希律王曾经避难的地方 究竟谁对 谁错 谁错 很难知道 我们参加旅游的时候 有很多这些很醒目的故事 我们听了就算了 所以人的引导 很多时候因为人的背景不同 和他自己的喜好不同 将他改变 我们可以信任圣灵 因为圣灵的道理的来源是父神 他从父神所听到的 从主耶稣所听到的 都是一样的 就告诉我们 那么我们又想到 门徒那时候没有新约圣经 门徒听了这些说话之后 受圣灵的感动 他是被灵感的 然后写下这些圣经的字句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本新约圣经 就是因为他们是受圣灵的感动的 我们今天要明白圣经的话语 也应该是经过圣灵的感动来明白 否则我们就会误会圣经的意思 究竟圣经是说什么 这个先生这么说 结果我们有不同的冲突的结果 原来圣经里面写下主耶稣的应许 叫我们可以实行 挑战我们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 如果我们觉得他只是这么说 不是真的 我们就不会有进步 我们没有应用在生命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真理 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进步的原因 有人今天还告诉我们 圣灵都继续不断向我们显示 或者看识我们知道的东西 这个听到圣灵继续启示挺好的 但你小心继续听下去 其实圣灵是不可以继续启示新的东西给你知道的 因为他已经启示了的东西已经在圣经里面 如果有东西没有在圣经里面的话 他说有新的东西 那我就财问好究竟他说的东西是什么 可不可靠的 原来我们习惯于回到圣经那里 因为圣经是门徒受圣灵感动而写出来的圣经的话 我们叫inspiration是圣灵感动的 这一切都是要用圣灵今天光照我们 我们才看得明白 否则我们又误会这些在白纸黑字上的说话的意思 我们知道新有圣经写成到今天已经有二十个世纪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去考虑 当时人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 如何实行 今天我们应该照同样的听到的真理来实行 真理是不会改变的 真理是不会因为时间过了之后就转了版 它不会有修订版的 整天都是一样的 不会说以前的圣经是这样 现在的圣经又是第二样 没错有新的译本 但新的译本是想回到原初的时候说的是什么 所以有人说如果他听到神新的话语的话 你和我都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否则我们就会落在一个陷阱里面 特别末世的时候有很多这些不同的声音 来到搅扰我们 神的话语是从头到尾都一致的 我们叫做consistent 成人都是这样的 是不会改的 圣灵是这样引导我们的 这个叫神的真理 圣灵的交道是准确的 所以第一样方法是它是渐进的 它一点一点给我们 第二它说的东西都是准确的 不会说99%是准确的 应该是100%准确的 如果99%是准确的话 我就怀疑我会不会拿到 那1%是否正确的地方 那真的很令人 令人有些震惊 就是说如果刚刚拿到那句就是错的那句 那我就真的撞了大板 原来神的话语是不可以有任何的错误的 是全部100%对的 第三样东西 这个真理的圣灵是怎样引导我们呢 不单止是渐进 不单止是准确 而且它是将将来的事显示给我们知道的 因为第16章第13节 最后一句呢 它说 并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我听到这句话呢 就有点好奇了 将来的事 你和我也喜欢将来的事 所以有很多人去算命 就想知道将来的事是什么 如果我和你都知道将来的事 我现在就很行的了 将来的事是什么呢 启示录是不是这个应许的应验呢 启示录是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之内 是约翰所写的 约翰其中一个门徒 他就听到圣灵的引导 所以写出来了 但是这个将来的事 这句话在这节圣经里出现 是不是表示启示录呢 他没有说启示录 他只是将来的事 所以将来的事可能就是将来的事 就是未发生的事 面前那几天 或者那十天 那五十天 可能这些将来的事 究竟他说将来的事是哪些呢 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识经的人就说 将来的事 其实就是将来的事 就是未到的事 可以是近期的 可以是远期的 远期的远到二十世纪之后 所发生之后 现在还未发生的事 这些是先知性的预言 圣灵要借着这些话语 是告诉我们将来的事 门徒就很忠心地将他记录下来 现在发生了的事 是怎样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回 现在《罗英新闻》 没有指尔那句报道是准确的话 我们就可以诠释究竟 是跟圣经所说的将来要发生的事 是否一致呢 是否就是圣经所说的就是指到这些事呢 圣经讲到将来有饥荒 是否现在就是这些 有疫情 就是现在的这个pandemic 就是这个新冠疫情呢 或者其他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否看到 现在就是圣经的预言的实现呢 这个是令我们很困扰的 但是我们仍然要小心 因为答案就是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那就是说 你没有回答我而已 可能是 可能不是 那当然我们不能太过武断 但是主耶稣是曾经说过给我们听一些的 世上将会发生的事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我们一般上已经了解 所以这个一般上的了解已经足够我们 我们面对他将要回来的时候的情况 我们不需要去转牛角尖 搞这件事 是不是就是这个人 是不是就是那个地方 那些不是最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事就是 我们知道他必定会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 要审判我们究竟做了 他的事是不是对他所教导的 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自己 足够来到迎见他回来的时候 不会很尴尬 哎呀 耶稣你叫我做我没有做到 或者哎呀 这个搞不定了 很多时候我们有些好高无远的解释圣经的方法 就是说我看到一些新的东西 别人是看不到的 就将自己的偏见解进圣经 第二件事圣灵要做的就是要荣耀基督 第三件事其实是 第三件事就是荣耀基督 十四到十五节都这么说 他要荣耀我 他就是圣灵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重要的字就是荣耀 原来圣灵来到是要荣耀基督 不是荣耀他自己 他要叫耶稣在人的眼中显为大 我们知道投影机 一个是很重要的 将一些影片射出来 让你给我看到 投影机的目的 不是要让人看到投影机本身的胆 这个灯胆的灯胆挺漂亮的 这个是很先进的 电灯胆 如果只是被人看到 电灯胆没用的 这个是投影机的失败 投影机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 要被人看到 他所投放出来的图画是放大了 本来很小张的 现在放大了 你可以看到这么大 我可以更加清楚知道 所以投影机的目的 是要magnify 将它放大 圣灵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什么呢 将基督放大 将基督在你眼中看到 原来这么清楚 原来基督就是这样 所以结果我们可以认识基督 你和我不可以认识到基督 就因为我们 眼睛不是太好 不是太清楚 不知道他真的说什么 他真的是不是这样做 圣灵就将主耶稣所做的事 显明给我们看到 他是我们的私家导师 就是说你有哪里缺陷呢 他知道的 特别是让你看到那些地方 他有别的地方 不是很清楚 他是特别显示给你 他是我们的私人的导师 私人的导师 不是个个都是这样教的 每个人都不同的方法 他将这个伟大的主耶稣 显明给你 和我看到 今天我们有人的导师 你都参加诸学 我都参加诸学 有很多人教我们 不是说不听那些人的导师 真理是怎样 圣灵教导我们认识三一的真神 第十五节那里说 这个三一真神是同等同名的 我们知道圣灵所教导的真理 是来自基督 是来自父神的 是一样的真理来的 不是说他自己另外发明一些东西的 是要叫我们可以明白真理 是不用自己的篇面来解释神的话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知道 原来神是这么精准地将真理教导 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神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面对生命当中一切的问题 要明白一件产品的用法 当然你要读一下出产公司的说明书 有些人不用看的 像我儿子那样 拿些东西回来砌砌砌到 他有这么巧不巧砌砌到 但有些巧妙的东西是要在说明书才找到的 我们今天去处理神所创造的一切 我们照着我们的方法 我们喜欢这样做就这样做 我们发现有很多撞板的地方 因为我们没有照着他的说明书 他的说明书就是这本圣经 我们不看他这本圣经 我们就自己去做自己的事 怪不得我们会撞板 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 让我们开放学习 并且实行他的教导 他就会引导你和我进入真理 求神给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真理 考虑圣灵更进一步 我们一起看头部 感谢主耶稣的应许赐给我们圣灵 感谢主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感谢主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动我们 圣灵做我们生命的导师 继续面对这个空满着邪恶和假道的世界 叫我们行向这个道路里 听我们的祷告 奉着耶稣的六十年 阿们 再一次多谢胡牧师 来分享圣灵的工作 の通道